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楊天迪 人緣投顧楊老師 那今天是8月31號 今天的大盤很戲劇化 因為我們在12點之後才拉起來 如果你去看它的一個走勢的話 你會發現到 12點之前 台股都在盤下走 接近12點半左右開始拉升 尤其在尾盤 最後一盤竟然用了205億 漲了108點 今天大盤是沒有量的 就算你後面增加了205億 收盤在109億 這個108億 它還是沒有量 沒有量的原因是 你可以看 從這個角度上面來看 我們發現到一個關鍵點 台股的走勢 看起來連續漲了五天 五根紅棒 這五根紅棒 成交量是連續五天為縮下來 如果不加計今天的205億 今天成交量甚至只剩下800億附近 這說明什麼 說明短線的反彈到現階段 到今天為止 開始有點力不從心了 也就是後面的最佳醫院減弱了 最後一盤的拉升拉了108點 大漲今天大漲155點 它是一個標準的量價倍率 所以性階段的結構是很多人在問 那這個地方今天拉升上來之後 已經站上了月線 已經來到了月線位置 月線的反壓在8137點 那我們收盤是8174點已經站上了月線 但是我剛才談到一個關鍵 最後一盤拉了108點 而且呢用了205億 如果扣除掉這205億 今天的成交量 幾乎只剩下800億 這是我跟各位談到的 當成交量跌落到千億以下之後 台股衝上去會壓回來 所以我想從明天開始 今天是MSCI的一個調整權重 有人跟你講說MSCI調整權重 所以大盤要拉 那是胡說八道 因為MSCI是調降台股的權重 而且更重要的 我帶各位看兩檔股票 一檔叫做台積電 台積電的降幅很大 但是卻是拉五盤 另外一檔叫做3481的群創 群創更誇張 群創更誇張 群創是被調降權重的 尾盤卻做了急拉的一個動作 好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 明明MSCI是調降了台股的權重 調降了台積電的權重 調降了群創的權重 但我們發現到台積電跟群創 在今天是尾盤是拉升上來的 另外調漲權重的 F真底是被調高權重 調高權重的 竟然沒有太大的一個表現 這說明一件事情 說明台積電被超賣 說明群創被超賣了 說明真底已經被超賣 我為什麼要跟各位談這個觀念 很多人以為這個被調高權重的股票 他就一定會往上漲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理論上真底應該往上漲 結果漲上去之後你有沒有發現到 最後一盤4224張的一個成交量 股價卻動都不動 這代表有人在同樣的時間 有人之前已經買了 在今天被動式基金開始 這個賣出的時候 他把這個相對來講 他因為超賣 所以呢就買不上去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面 我們就要來思考一個邏輯 我倒不是很在意 今天的MSCI的一個任何動作 我也不是很在意 今天大阪漲了155點 因為今天漲的都是全資股 小型股的部分漲幅沒有那麼大 小型股OTC市場漲了0.55 其中包含了漢維科 算在內 加權指數漲了1.94% OTC只漲了0.55% 所以今天大部分的小型股 有很多是沒有什麼打的 但是重點是在於 全資股的一個上漲 所以後面的航行結構 就要產生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如果台股要持續往上走高 你認為1000億夠不夠 這才是關鍵 這才是關鍵 今天因為偉安的吉拉 才產生了1000億 如果扣掉這205億 今天成交量大概只有800億附近 那問各位 如果明天沒有了MSCI的干擾 這個全資股也沒有那麼強了 後面成交量萎縮下來 台股還會漲嗎 我為什麼跟各位談這個觀念 因為很重要的關鍵點是在於 並不是大盤在今天從7200點 漲到了8000 接近8200點漲了1000點 不是這樣在討論格局的 而是討論這個航行在往上走的過程當中 它到底是一個回升波還是一個反彈波 如果是回升波 成交量會出來 那叫買盤主控 空方的主控格局裡面 我跟各位談過 價跌量增跟價漲量縮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到 一旦往上漲的過程當中 成交量是萎縮的 成交量是萎縮的 而成交量的萎縮也就是說明一件事情 越往上彈 追加的力量越弱 然後大盤會開始做拉回整理 拉回拉回整理 那大盤如果拉回整理 你要做什麼樣的一個動作 我認為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用我手上的一檔個股來跟各位來談 我們未來會做什麼樣的一個行為 我想這才是關鍵對吧 那手上的股票 參與儲全息的叫3023的信邦 信邦在今天盤中大漲 幾乎拉到漲領板 因為最高來到52塊 那漲領板是52塊 但收盤51塊2 大漲7.23% 你回頭想一件事情 當時信邦打下來的時候 我曾經跟各位談過一個觀念 我認為做股票是一個 做觀念性的一個東西 當時我跟你講過 我說股價的修正 他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叫基本面修正 第二部分叫技術面修正 第三部分叫籌碼面修正 那我要你觀察的是基本面修正跟籌碼面修正 也就是說信邦當時股價打下來 今年的信邦預估了 預估賺4塊半到5塊 如果用最差的狀況來看 今年要賺4塊半的話 那信邦股價打到45塊以下 那叫本一筆剩下10倍 本一筆剩下10倍 叫做基本面超跌 所以信邦的基本面修正 在他跌落到45塊以下之後 基本面修正就完結了 可是基本面修正完畢之後 籌碼面修正呢 籌碼面修正就要看大盤在修正的格局裡面 信邦有沒有再破底 結果信邦沒有再破底 我來帶各位看一下 信邦的止跌點在這個位置 這一天叫7月28號 7月28號當天的加權指數 在8500點左右 8582年 信邦的股價從高檔修正回來 到45塊以下 到45塊以下 來到44塊半這一天叫7月28號 這一天的信邦來到7月28號 這個7月28號來到44塊半最低 股價經過了修正 修正到7月28號 基本面修正完畢 當基本面修正完畢之後 剩下要觀察什麼 籌碼面有沒有修正完畢 所以後面的台股 如果你繼續看台股 7月28號的台股在8582點 8582點 後面台股在崩盤 後面台股在崩盤 打到7203點 信邦沒有再破底 所以他經過了基本面修正 跟籌碼面修正 今天的這根長紅棒 還包括什麼 除泉石 如果我把它還原全職的話 你會發現 信邦已經過了季線的反壓 如果還原全職 這地方是還原全職 一個標準的W提起來 換句話說 信邦後面的行情的走勢 大盤的走勢 信邦已經不受他影響 未來信邦的走勢裡面 會產生一個問題 叫做中長期的一個波動 會開始慢慢浮出新的標的 這就是我要的 我為什麼帶會員朋友去參與除選席 為什麼跟各位談到了信邦的籌碼面修正 也到位 原因就在於第一個 信邦的 這個基本面修正完畢之後 他的第三季是進入旺季 如果第三季是進入旺季代表什麼 代表8月營收有可能非常好 9月10號之前要公佈8月營收 第二個部分 信邦的第三季的獲利會優於第二季 因為毛利率的拉伸 第三個很重要 因為信邦他在封電的領域裡面 已經佔了兩成以上 這說明他的成長性是夠的 一檔經過了基本面修正 籌碼面也修正 但這個所謂的一個成長性夠的股票 他自然而然會成為什麼 法人選股的一個方向 所以信邦最近投信進來買 叫做新的投信任養股 投信任養到了9月底之前 會有一個投信的祭底作帳 所以這次的信邦 我會報到什麼時候 我會報到9月底之前 看你能拉多高 換句話說 行情的結構不管大盤如何震盪 我們現在要思考的一個邏輯就是 當大盤修正回來 或大盤震盪的整理格局當中 你找到什麼樣的方向去做 做切入 這才是你後面會不會賺錢的關鍵 信邦拉上來了 信邦的基本面 這個修正到位 籌碼面也修正到位 那還有沒有同樣的股票呢 我有跟各位談過 上個禮拜我有跟你講過 觀察一些股票 那目前觀察的方向 有兩個 有兩個一個是6230的操縱 一個是6285的企機 具有同樣的利基點存在 企機今年預估賺5塊半 這檔個股 我們當時有跟你講過 我們在90塊把它賣掉 企機當時我90塊把它賣掉 最高衝到100塊 我在破90塊的時候把它賣掉 賣掉之後就沒有再接回來 可是這一波的企機 打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叫做54塊 8月24號這一波的企機的落底 低點在54塊 好 這代表什麼 代表基本面的修正 到了8月24號 企機完成了 因為今年的企機要賺5塊半 所以股價跌落到55塊以下 那叫基本面跌落到本益比10倍以下 所以企機經過了修正完成之後 這地方基本面修正完畢 剩下就是我要觀察 它彈上去之後 能拉回大盤的回檔 最容易去看什麼 看籌碼面的安定度 所以將來如果台股的短線的反彈 因為量能沒有辦法再跟上去 而出現大幅度回檔 這個時候就可以觀察 企機的中線籌碼 有沒有沉澱下來 如果企機的中期籌碼也沉澱下來 基本面修正到位54塊 籌碼面經過修正 它就是下一檔 即信邦之後 可以切入的方向 不管大盤的走勢如何 很重要的關鍵點是 現階段台股的部分 7203點的這一波反彈 我稱之為空投回補 就是借券市場被要求什麼 外資在借券市場的賣出 要被要求還券 所以產生了一波比較強的攻擊波 可是空方的回補買盤 不能夠成就多頭的結構 多頭的結構起來必須要靠什麼 多方的買盤 所以需要成交量的配合 那成交量沒有放大之前 你的任何操作都不能夠怎麼樣 不能夠去任意的追高 因為這是空方回補的買盤 後面行情在回補買盤結束之後 會有一波拉回 這一波的拉回 才是你去尋找多方買力 集中切入的方向 我想這個地方就是後面 我們會觀察的部分 所以現階段 繼信邦之後 我再找下一檔 具有同樣立基型的股票 那奇蹟是其中之一 因為奇蹟的七元移收創力是新高 八月份應該還維持在高檔 如果成長性的腳步 這叫防撞雷達 奇蹟當時我跟你談過 防撞雷達贏家權 這一波的奇蹟從100塊 然後修正回來到50幾塊 修正的幅度夠大 但成長的腳步沒有改變 這說明股價已經超跌 後續這一類的股票 就會是我帶各位 去做切入的方向 我想未來有很多的一個標的 會慢慢的扶出頭 尤其是在這一波的 大盤擊殺的過程當中 那麼好多好股票 已經達到了相對的低點 基本面超跌的股票 基本面修正過的股票 它就是我下一個買進的方向 也希望投資朋友 能夠盯住後面行情的波動 我們怎麼去做操作 今天就解盤到這邊 也謝謝各位的一個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其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